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4月9日已經是星期日 今天是復活節 假期仍然也是 但是 我們跟大家繼續更新一下這個復活節 假期首日 已經有超過40萬的本地居民出境 這個創作 是疫後的新高 這個數字更加令人覺得很吃驚 就是這四天 總共有133萬人外入 是出了境 當然數字也挺恐怖 我們要跟大家詳細探討一下 四天有百多萬人走了 對香港市民當然有很大影響 今次 清明和復活節 是 開關之後 第一個長假期 只說 7日就有40萬香港居民離境 創作通關之後的單日新高 很多人其實早在4月4日 這個兒童戰當日就已經出去旅行 只是計算 這幾天 總共有 133萬本港居民出境 而入境的 只有74萬 即是說 淨流出的人數有58萬人 是走了 因為有些人出去了 有些人回來 有些人一早出去了 早點去避開人潮 因為未必是 那段時間 即是假期的 所以我們看到 即使旗內入境和出境的其他地方 以及大陸客 只有26萬人次 即是比預期差了很多 顯著少了 出境人數 主要是出境人數持續上升 我們看到 其實 78萬人只是回復 比較以往的六成而已 因為之前19年前 更加旺的 當然香港人 經歷了三年 除了風控 當然還有很多 很不同的政治氣氛 有機會 人們就想出去休息一下 好了 是不是真的純粹去休息一下呢 當然也不排除有部分人是 直接走了 好了 根據入境署的資料 我們先講講 復活節 本港出入境人次是75萬人 出入境加起來 其中出境的佔了45萬4千人 香港居民佔了39萬5千人 兩個數字都是 通關2月6日通關以來單人最高 大陸客和其他旅客佔了4萬 19,000人 即是說 非大陸的客人 只有19,000人 而出境的 其實也不少 出境人數 38萬5千人 是經陸路離境的 即是回大陸 主要是回大陸 機場是很重要的 香港機場和海陸 海陸的口岸 有6萬8千人次離港 最多是機場 分別是4萬1千人 以及1萬6人 港澳碼頭就是1萬6人 即是說 過了澳門的有1萬6人 出境的 即是坐飛機的 有4萬1千人 當然那些人 其實就去了各地旅行 可能去了日本 台灣等地 當然所有數字來說是大陸多 我們想看一個 這個比較 大一點的數字 就是整個復活節的出境人數 我們看到香港居民的比例是佔最高 其次 內地 四日加起來 我們先看看 內地訪港的人 4月4日有47,390 然後5日有6萬1千人 254 然後4月6日是40237 7日是40627 至於外國人 總之 大陸以外的遊客 是多少 4日是14,048 5日是17,228 6日是16,111 7日是18,632 每天都是1萬多人 炒賣 也不超過7萬人 4日 這個入境人也不超過7萬人 當然香港有那麼多酒店 當然住不了 所以酒店也沒有 我們看到 他們起碼容易預約 他們一定是借的 家價 但是我們看到 匯豐 長假期 其實以往是會多 人去花錢 但是復償之後 就不是了 其實應該是說 整個市面是差了 這幾日長假期 多了人去旅行 少了人去香港消費 大陸客 海外客 來香港也不多 香港淨流出人口 多於進來旅行 所以 酒樓 食肆 生意差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王家和說 生意比平時跌了兩成 甚至小型酒樓 反映他們晚上 堂食很淡靜 生意比平時跌了三成 長假期還跌了三成 我們其實也有跟 這個 還在香港的朋友聊這個問題 他們 也跟我說 現在外出吃飯 晚上相對是沒有那麼旺的 很多酒樓 很多餐廳 以前晚上可以做兩輪 現在 也是一輪 什麼叫做兩輪 做一輪呢 即是說 因為滿了 例如你那裏 例如你那裏當作是一家 放題 可能有40張桌子 晚市一輪滿了40張桌子之後 做不到第二輪 可能一輪半 或者一輪多一點 總之 做不到第二輪生意 如果一家 做生意來說 一定是看夜市的 因為 午市其實是圍被 晚上才是賺錢的 如果做到一輪 其實他是圍倒被 但是沒有什麼錢賺 做到兩輪就賺錢了 就上水了 三輪就發達了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的香港 我們跟大家說 早兩天跟大家說過 現在零售死了 只剩下飲食 但是飲食 都是圍倒被 賺到一點點錢 不是說大茶飯 為甚麼我們要跟大家說這個問題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人數 你看 逢是一場假期 那些人就走了 全部出去了 去到哪裏呢 全部出去 海外旅行 日本 台灣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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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很多香港人出去旅遊 剛才看過數字 幾萬人 每天都有幾萬人去旅行 坐飛機 你只看到這樣的數字 已經知道了 不得了 出境數字 每天都有幾十萬人 走到130萬人 你已經知道了 當然 剛才我們看的數據 根據入境處出入 公佈數據 其實就是回大陸的人 多 有百多萬人回大陸 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 香港人大部分的鄉下都是大陸啦 很少是鄉下英國的 大部分 其實也是回鄉下 就算你說黃絲 藍絲 也有的 我們最近 已經聽到 匪夷所思 說黃絲回大陸買樓 聽到 我也覺得很奇怪 香港也不應該買樓 還說回大陸買樓 那些肯定是假黃絲 不用說了 小大人的口 大陸的經濟崩潰了 香港也搞不定 還有人買樓的 你想想 我們跟大家分析數字 有機會的人就出去 其實 也不排除有部分人出去不回來 不是說回大陸那些 是坐飛機離境那些人 這四天當然不會有很多人走的 可能 也會走一兩千人 你不知道的 因為 我們 持續有人 回到英國 我們也有 他們也有向我們報告的 就是 班班機也會爆發的 來英國的班班機 他們說 其實上星期我們已經有一個在香港回來的朋友 現在來英國的飛機是爆發的 經其他地方轉機的也會爆發的 即是說 所有的 直航的 轉機的 都是來英國的 都是爆發的 所以 那個人流 香港是持續地流走的 當然 他的高峰 現在平均了 沒有以前說 陰高峰他們要走了 現在是平均了 當然 長假期也不排除 有些人來這裡 旅行幾天 我們也有親戚來旅行 那麼來旅行是做甚麼呢 可能是 探路 看看這裏環境如何 之後再決定 不過會有一個情況 反映就是 現在的 香港人 你 問一問身邊在香港的朋友 有沒有人移民到英國 其實每個人都告訴你 身邊 一定有親戚 朋友 同學 同事 又或者 平時有打開招呼 去到英國 所以 我們現在 最足 香港可能會好像當時90年代的移民潮 走了很多去加拿大 尤其是有30萬加拿大人 香港有30萬加拿大人 拿著加拿大護照已經有30萬人 英國的情況比加拿大更加大規模 因為這次英國是沒有門檻的 有BNO就可以了 他當時計算過數 有BNO的人 其實可以達到300多萬人 計算他的子女 計算他的家屬 只是親屬 我估計最終 可能會去到三分一的香港人 會來英國 當然 中間三分一 可能是200多萬人 裡面不是全部會長期留在英國的 有些人就像當年的太空人一樣 兩地走 總之 每年 要在英國 超過183天 你才可以等於英國的 才可以拿到居留權 否則就不計算你的數 他們可能真的會來英國半年 回香港半年 類似這樣 也有些人可能說 偶爾一年 回香港兩三次 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 我們也是真的呼籲在香港 還在香港朋友 也有房子快點埋 因為接下來的供應 絕對 不是你可以抵擋得到的 你想想 多100萬人 不在香港 那個供應 那個需求就少100萬人 甚麼是剛性需求 剛性 是沒有需求的 這個才是大問題 我們一直叫人家賣樓是沒有錯的 現在買樓一定是錯的 每年 樓價就再跌 每年樓價就再跌 直至 香港的人都走了 或者真的走了200多萬人之後 你就會替法國樓價 就會回歸 你們夢寐以求的 可能是未必去到沙士價的 不過可能是沙士之後的價 因為 很明顯的 你沒有這樣的需求嘛 大陸人 下來香港買樓 你發夢也沒那麼早 大陸人在大陸也沒有錢買樓 還來香港買樓 幾十萬層樓也買不起 你下來買幾百萬層樓 說笑嗎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